还有一个多月就是农历新年 牛车水除夕夜的倒数活动将从渝东玄街转移到牛车水广场举行 到时附近的道路将不会关闭 是的 牛车水节庆筹委会表示 年货市场的营运模式将做出调整 改由承包商标下一整个区承办 招标活动下个星期一截止 来看记者图建强的报道 因为疫情停办两年的牛车水年货市场 确定明年1月1号举办 它将一直举行到1月21号的除夕夜 这次共设有38个摊位 但必须由承包商投标经营 牛车水节庆筹委会表示 那么做是为了更有效的管理年货市场 摊位将分成两区工业者招标 第一区是位于许密斯街的两个摊位 第二区在登婆街的36个摊位 每一年的产品都不一样 会反而显得价钱也不一样 所以我也不能够确定 今年我的市场会有什么 跟那些价钱的方案会是怎样 等他们标了那些摊主会自己定那些价钱 跟那些产品他们会卖 我预算是有大概有四个人会标这个位置 看谁出的价钱会比较高 还会有人 因为牛车水有那个传统 还有那个气氛 州委会指出包括现有的电污前摊位 年货市场预计将有超过280个摊位 至于农历新年的亮灯仪式将定在1月3号举行 这次的亮灯仪式跟那个countdown party 会去我们的牛车水广场 我们不是因为希望它比较小规划 而是希望可以更加好的控制我们的那个crowding 疫情是one of the reason that 我们也不希望会在那一月spread的很厉害 但是我们也比较希望可以好一点的manage crowd也是啦 圣诞节还没过去 但在牛车水已经可以感受到年味 这是相隔两年后 再次可以如常的庆祝农历新年 不少牛车水的商家都表示 接下来会开始转卖年货 让新年的气氛更浓郁 新传媒新闻记者图建强报道